他曾抛弃铁饭碗 走上演员之路 他早期是娘娘枪出当 他颁奖典礼下跪恐生 图图今天带你走进 第一炮 王凯 王凯 1982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他初中时就向往成为一名演员 但因种种原因 高中毕业后选择了接替父亲 到新华书店工作 每天繁琐又单调的工作 让他心中梦想的霍苗越来越旺 一次他去试镜一个广告 导演非常欣赏他的表演 问他是否是科班毕业 导演的一番话 让他的梦想再次被点燃 顶着家里巨大压力 为了梦想他依然辞职 经过半年多的培训 2003年终于考入了中系 2005年与王子文拍摄了《寒丘》 饰演敢爱敢恨的孙长之子 本以为秦途一片光明 却不曾想毕业及失业 后来破于神经 王凯饰演了《宠女无敌》中 打力打气陈嘉明一决 该剧一下子引起收拾狂潮 趁热排了四季 陈嘉明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王凯本以为民气大仗 可招来了很多非议和嘲讽 在某次采访中 王凯弹起前任的感情 甚是伤感 最长的一个感情是四年半 四年半到最后可能 可能也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就是长期的不能陪伴 然后导致了一些问题 直到2010年 被知青导演张新健看中 饰演男二 冰团知青 齐勇 导演拍摄时 为了制造暴风雪的效果 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 一台鼓风机对着王凯的头吹 他的脸被动出一层薄冰 同时也因为此剧 王凯改变了大家 心中洋洋腔现象 之后还拍摄了《女人的天空》 《黄金时代》 《新神探联盟》等作品 2013年 在孔生的提携下 王凯参演了《北平无战事》 扮演副局长方孟伟 一出场 观众们就被他的制服魅力诱惑 王凯凭借该角色 获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开始一夜爆红 四年还主演了古装剧《狼牙榜》 事业坚毅的靖王 2015年 33岁的王凯迎来了第一个事业高峰 从伪装者到狼牙榜 再到他来了请闭眼 王凯几乎承报了电视荧幕的《半壁江山》 这些深入人心的角色 不仅打动了观众 也等来了自己的春天 出道十年 也终于体会到了红的滋味 在某次颁奖连礼上 王凯曾下跪恩人 孔生 自己人给自己人颁奖了 他后续还拍摄了《欢乐颂》 饰演医生赵启平 聪明风趣和王子文有很多对手戏 此年还合作了《如本蜗牛有爱情》 《欢乐颂2》 这对银瓶CP当时也是观众查语饭后讨论的对象 除此之外 他还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以总决赛两场票数累积 第一的成绩 问鼎歌王宝座 称为《双亮歌王》 同时 还是大江大河中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宋云辉 猎狐中 睿智干粮的夏园 清品乐利 担起家国天下的宋仁宗 他是大器晚成的男星 如今早已紧身一线 但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踏踏实实研究剧本 钻研角色 不断打磨自己的眼睛 同时 他也有于挑战各种类型的角色 总会给观众新鲜感和惊喜 图图今天就说到这里 你还想知道哪些明星传奇故事 欢迎评论区留言 写出他们的名字